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一二三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再來第三個亮點我們來看看 也就是它的前機輪非常的粗壯 符合是彈射型的 艦載機的射機要求 它彈射前面要很粗壯 腳不夠力的話就彈不上去 可能會毀壞 而且這個所謂的彈射牽引感 隱約可見 這就是彈射型的艦載機 最典型的特徵了 而且跟滑越起飛型的艦載機 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就是彈射型的艦載機 它需要藉助彈射器的牽引力 必須在三秒內 就能夠達到升空的速度 因此就需要艦載機機身 能夠有足夠的強度 而前機輪就需要 比普通的艦載機設計 還要更加的粗壯 所以從殲35的艦載機 粗壯的前輪 前機輪就可以看到 這款戰機 就是中國大陸下一代的 隱身艦載機 能夠適應中國大陸 未來航母彈射起飛的環節 003型航母最著名就是 電磁彈射器 它就是為了它因應而生的 而說到這個所謂的彈射感 它的竿頭其實是T型的 尤其來看到這一張就是 展會上所展示的大陸的彈射感 通體是白色的 那在實際使用飛機上 幾乎都是白色加黑色的 比如說長這個樣子 靠近T型部位就是黑色的區域 這些就是國外艦載機的相關的照片 那紅圈這個地方就是彈射感 都是白加黑色的 另外還有什麼細節呢 殲35戰鬥機 並不是只有彈射起飛 這一種型號 沈飛它還發展了什麼 像是滑越型的起飛的殲35 用來裝配中國大陸已經服役的 山東艦跟遼寧艦 因為山東跟遼寧 我們知道它是滑越起飛的 它還沒有電磁彈射 也許它未來也可以用到殲35 我們來看到跟彈射型的殲35相比 滑越起飛型的殲35 它的結構強度相對低一點點 那重量自然就低了一些 那憑藉著兩台強而有力的 Warshan 13E 也就是WS-13E的發動機 殲35完全能夠在中國大陸 像是山東艦 以及遼寧艦上實際的起向 而中國大陸兩艘的老式航母 也能夠用上了隱身艦載機 大大提升了它的戰鬥力 不過這個滑越起飛的殲35戰鬥機 跟殲15一樣 是沒有辦法實現 滿油滿彈的起飛 在換裝也就是更先進的 WS-19的發動機之後 這個現象就會轉好 那各界也很關注 為何殲35的動力 還是Warshan 13E 美國媒體說是19 那陸媒說還是Warshan 13E 陸媒有分析說 因為這是一款安全係數 非常要求很高的原型機 重點要求穩 這個方案意味著說Warshan 13 它的穩定性是非常非常好的 能夠滿足基本上的飛行的要求 而不必擔心會出現問題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國產大推力的 Warshan 10系列成熟之後 中推力的Warshan 13 也達到成熟可靠的狀態 而對於殲35來說 它才是剛剛起飛而已 那結合綜合起來 殲35就是一款秉承的多用途設計的思想 可以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 中型隱身的戰鬥機 未來還會發展出很多很多的型號 譬如說有 大家關注的 艦載的 陸基型的 還有出口型 雙座型 甚至還有更多更多的 未來不同的版本等等 因為它還要出口 那也受益於FC31的累計多年的技術等等的 目前殲35的試飛是比較順利的 跟上了中國大陸國產彈射型航母 003型的航母沒有什麼問題 而如今搭載的就是Warshan 13的發動機 雖然陸媒說還是比較勉強一點點 那支持試飛完之後也許沒有問題 陸媒說但是真正要實現的目標 當然能夠要跟F35性能對標等等的 還是要很成熟的Warshan 19 所以當然還有一些 可以在更加強大的一個方向 另外第四個看點我們來看看 殲35的艦載機 它其實被說是可折疊的機翼 這個機翼是可以折疊的 最大的限度的就是能夠節省空間 它可以折起來就可以節省空間 因為來看到就是 航空母艦的飛行甲板 還有機庫面積是有限的 所以你能夠省多少空間就很重要了 固定翼的艦載機 一般都需要設計可折疊的機翼 要壓縮總體機體所佔用的空間 而這一次曝光照片 你可以看得出來 殲35的這個戰鬥機的機翼 採用兩段式的設計 在回收的狀態下 前端機翼向上面可以揉起來 這樣的翼展可以降低 40%左右的一個空間 能夠節省航母寶貴的空間 又能夠增加 艦載機的攜帶數量 而由於來看到 殲35的戰鬥機的體型 比殲15的機小了不少 那在同等狀態之下 中國大陸航母就能夠攜帶更多的殲35的戰鬥機 而且戰力就能夠更多的保障等等 第五個看點就是說 殲35它的輔助探測系統 已經安裝到位了 它的態勢感知能力 大幅的提升 在作戰上來講就很重要了 從曝光的高清晰照片來看 雖然殲35的戰鬥機還沒有安裝 也就是說講過非常多次的 也就是有源相控陣雷達 但是它輔助的採用的是 碳光電分布式孔徑系統 這個地方叫做EODAS EODAS的這個相關系統 另外還有包括了光電瞄準系統 光電瞄準系統 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圈起來 在這個地方 光電瞄準系統EOST 它都已經安裝到位 你看這個地方安裝到位 這個地方也安裝到位了 好 那所謂的來看到 它的態勢感知能力 就已經達到 可以跟美國F35 艦載機相同的標準 我們先來看到 也就是第一個 也就叫做所謂的 分布式的孔徑系統 分布式的孔徑系統 就是在艦載機的機身上 安裝很多個怎麼樣 尖端的IR攝影機 它可以提供環繞飛機 360度的球形紅外的探測的圖像 比如說就可以讓飛行員提供 可以看穿機身的全向的視野等等的 大幅提升對周遭的 空域的態勢感知的能力 而目前中國大陸殲20 以及美國的F35戰機 都有裝設著類似的輔助的探測的設備 殲35戰鬥機的機頭 下方的紅外瞄準系統 就集成了像是光電 還有包括了像是紅光激光等等的探索技術 不但能夠對於空中隱身目標 低空低速的目標 地面目標進程 遠程的精準的搜索 還能夠為什麼呢 為空空導彈 還有像是制導炸彈 能夠提供目標的指引 讓戰機不開雷達狀況之下 也能夠鎖定了上百公里以外的敵方戰機 真正能夠做到是殺敵於無形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殲35改變 真的非常大 您覺得呢 美國被說圍堵中國大陸 很愛來南海 但是呢 美國你是南海的域外國家 您覺得美國有資格在南海的議題上 說三道四嗎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首先來看到的是 印尼的總統左柯威 他前往北京拜會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這是很罕見有外國元首 在中國大陸實施嚴格的防控疫情之下來訪 左柯威呢 還會和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來會面 接著他要去日本以及南韓 而隨同左柯威出訪的印尼外交部長 來看到呢是勒特諾 他有特別說 他們的這趟行程 要鎖定上是貿易 投資 衛生跟基礎建設 還有漁業 他說呢 大陸跟日本跟南韓 是印尼在經濟跟區域 合作議題上的重要夥伴 看得出來印尼希望跟中國大陸 擱置爭議嘛 好好發展經貿的關係 尤其中國大陸跟印尼二零二一年的時候呢 雙邊貿易額突破了一千兩百億的美元 同比增長來到百分之五十八點六 增幅是所有東盟東協國家的第一位 中國大陸連續九年都是印尼最大的貿易夥伴 而且呢亞萬高鐵還有區域綜合經濟走廊 還有兩國雙元等等 要共建一帶一路標誌性的項目 不斷的取得很重大的進展 所以印尼幹嘛想要跟著你美國抗中呢 另外中國大陸跟印尼的關係 最近幾年也是不斷的升溫 就是因為雙邊內在發展動力 還有需求推動的 其中好好來說一下 印尼的亞萬高鐵 也就是印尼的首都亞加達這個地方 亞加達要來跟第四大的城市萬隆 進行有高鐵 而且現在已經進入了鋪軌狀態的階段 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個 全產業鏈高鐵輸出國外的項目 所以很有意義 那這也是東南亞第一條時速 會來到三百五十公里的高鐵 但是美國看到中印深化交流 就忍不住要來挑撥離間嗎 來看到就是左柯威 他訪問中國大陸的前一天 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秘利上將 他也去訪問了印尼 結果這個時間安排就被說 你不是巧合的吧 你是故意的吧 你是要跟中國大陸來別瞄頭吧 二十四號秘利就跟印尼的巨方 人士會面時很赤裸裸的 不演的說 希望跟印尼軍方軍隊合作 應對大陸構成的任何挑戰 他還表示說 大陸軍隊在過去五年變得更加的有侵略性 跟危險性 說到了美國拿南海議題來挑釋 來看到就是大陸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二十五號就特別說 譬如說他在大陸跟東協國家 是妥善南海問題的真正主人 我們自己是域內國家 他就強調說 個別域外大國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 那蓄意的挑動緊張 但是南海不是域外國家的遊獵場 更不應該成為大國博弈的角鬥場 他強調說南海穩 地區國家會受益 南海亂 地區國家會遭殃 他表示 如果為和平合作而來 當然是歡迎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搗亂 破壞而來 請你們離開 其實就是暗指美國你離開吧 你不是這個域內國家 所以您認同王毅外長說的話嗎 來聊天室我們一起來互動 好說到王毅他是用視訊的方式呢 去參加這一次的紀念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簽署二十週年 哇 這很有意義 他們進行的研討會開幕式 他並發表致詞 他就提到了 說二十年前中國大陸跟東盟東協國家 開啟南海問題的對話合作之路 那應該要繼續堅定不已的維護 還有漸行 宣言 宗旨跟原則 規範主張要解決的是 南海問題要有一些相關的主動權 掌握在地區國家的手中 而說到這個南海問題 你可以看到像菲律賓這些國家 還有印尼這些都想要跟中國大陸 擱置爭議 譬如說看到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氏 二十五號在國會發表了上任後 首場的國情諮詢演說 闡述他新政府優先的施政重點等等的 他就特別強調說 要繼續的實行中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再不跟任何國家為敵 他也強調說 非國將會是所有國家的朋友 不跟任何國家為敵 我們會成為一個好鄰居 不斷尋找合作的方式 實現互惠的最終目的 小馬可氏並重申說 他的政府會積極推動強大 而且多層面的關係 會堅定的奉行中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以國家利益為根本來指導 他也說 菲律賓不會割讓任何領土給其他國家 這當然意有所指的 會提到的是南海議題 但說到南海議題 菲律賓是想要跟中國大陸好好談的 譬如說早在六號的時候這張照片 他就會晤了來訪的外長王毅 當時他就說希望在南海問題上 找到友好解決的辦法 同時解決兩國可以合作的領域 印尼總統佐科威抵達北京 在短短一天行程中 分別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以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 凸顯大陸與印尼關係匪淺 雙方有很多共同契合點 雙方還想繼續打造高質量的一帶一路的 佐科威議後訪問東亞三國 首站就是大陸 焦點放在加強經貿合作 進一步推動共建一帶一路 以及全球海洋支點 確保亞萬高鐵如期建成通車 深化區域綜合經濟走廊合作 此外印尼作為今年居團體輪支主席國 佐科威訪問大陸的另一個目的 可能是當面邀請習近平出席今年的居團體峰會 而在結束大陸行程之後 佐科威海張前往日本與南韓訪問 那麼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中國和東部國家能夠達成一個 富有實質內容的有效的準則 在南海建立一個更加有序的海上秩序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25號 在紀念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簽署20周年研討會指出 20年前大陸和東協國家 開啟南海問題對話合作之路 應繼續維護並進行宣言宗旨和規範 他也表示大陸和東協國家 是南海問題的真正主人 並直言南海不是域外國家的遊獵員 更不應該成為大國博弈的角鬥場 並向其他國家喊話 如果為了和平而來我們歡迎 但如果為了搗亂破壞而來 請你們離開 我不會擔任任任何方法 而作為東協的議員 菲律賓新任總統小馬可市 在25號發表首次國情咨文 表示不會割讓任何領土給其他國家 但他也強調菲律賓是所有國家的朋友 不與任何國家為敵 尋求各種合作方式 以實現互利互惠的最終目標 記者廖岩宇總和報導 美國現在是想方設法要圍堵中國大陸 但又需要中國大陸幫忙 來看到美國總統拜登25號表示 他預期本週就會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來進行通話 但正在等待確認當中 拜登被記者問到說 是否將會跟習主席通話時 他告訴記者這是他的期望 確認之後會讓大家知道 拜登跟習主席曾經在三月十八號 視訊對話長達近兩小時 這也是兩個人從俄屋交戰之後 首次通話 當時拜登向習主席發出警告 如果大陸對俄羅斯提供了 戰爭上的支援 將會面臨到後果 白宮先前也表示 兩個人這次的通話 將會觸及很多的層面 還有現在可以看到拜登 最近公開講話當中 怎麼樣呢 常常被抓包口誤 或者是用錯字 現在連社群帳號上的推文的梗圖 怎麼也被發現出包了呢 美國Fast News就特別發現說 像什麼呢 美國總統的官方的推特帳號呢 結果居然在宣傳 美國油價下跌的梗圖上 結果拚錯字了啦 這太醜了吧 這個呢 來看到梗圖用的是 人均汽油費的人字 person 應該是person person 沒想到竟然拚錯字了 掃了一個R 那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對拜登的又一次嘲諷 對於這個梗圖表示 拜登認為自己幫助油價小幅的下跌 也有網友非常的不認同 認為這不是拜登的功勞 而Fast News更指出來說 拜登上任的平均油價是2.39美元 但現在幾乎已經變了兩倍 來到了4.36美元 說到了抗中 為了自己國內的選舉 對大陸採取強硬的態度會有用嗎 拜登現在看起來 抗中看了半天 他的民調也沒有起來 澳洲的前總理Monison 他自己就是活生生血淋淋失敗的例子 但這個時候看到五眼聯盟都不死心的 英國的執政保守黨黨魁 以及下一任的首相的選舉 來看到進入最後的廝殺階段 由財政部的大臣 蘇納克跟現在的外交大臣 特拉斯捉對廝殺 兩個人二十五號的舉行首輪的電視辯論 結果在前一天 蘇納克突然一改溫和派的形象 承諾說如果他成為下一屆的首相 會對大陸採取強硬的策略 還說大陸是對英國國內 還有全球安全的頭號威脅 根據英國媒體報導 蘇納克表示 大陸代表了本世紀對英國 還有世界安全與繁榮最大的威脅 還說要提出一系列的措施 來減少北京在英國的影響力 包括還說竟然要關閉 英國境內大概三十所的孔子學院 針對蘇納克的言論 大陸外交部發言趙立堅說 對他們的涉華表態表示遺憾 而且堅決的反對 還說奉勸英國的個別政客 你們動輒拿中國說事鼓噪中國威脅論 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英國保守黨黨首選舉 是英國的內政 說到了圍堵美國不只拉著英國 也拉著韓國嘛 譬如說在半導體領域想要圍住 中國大陸 針對韓國外交部就美國 要求韓國參與晶片四方聯盟 那他有表示說韓國省慎 是態度比較慎重的 而且韓國政府會把重點考慮 在促進投資韓國企業 進軍海外市場這些方面 之後來做出決定 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他說中國大陸反對人為來推動產業的進行脫鉤 而且破壞國際貿易的規則 中國和韓國互為重要合作夥伴 在兩國關係發展過程中 雙方都獲得了巨大利益 實現了彼此成就 在疫情和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的背景下 去年中韓雙邊貿易 同比增長26.9% 達到3623.5億美元 這一數字超過韓美韓日韓歐貿易之河 單就芯片貿易而言 韓國去年出口的芯片 60%進入了中國市場 我們希望韓方從自身長遠利益和公平開放的市場原則出發 秉持客觀公正立場 多做有利於中韓關係發展 有利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事 隔離確診還舉行視訊會議 拜登除了表示將與習近平通話 觀念的還有晶片法案 縮小版法案將提供約520億美元的補助 和4年25%的稅收減免 鼓勵外商赴美設廠 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也在會議中指出 反而目的是為了減少對大陸晶片的依賴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統計 大陸將在2024年底前建設31座大型晶圓廠 而且全部鎖定成熟製程 將超越台灣的19座和美國的12座 名列全球第一 而根據外媒報導 全球第一季半導體代工市場排名 大陸晶圓代工龍頭中心排名第五 也是大陸企業市場份額首次突破10% 為阻止大陸半導體崛起 美國要求半導體設備大廠 艾斯摩爾對陸停售設備 但如今中心已能自行生產7奈米晶片 更向5奈米推進引發美方擔憂 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部長級視訊會議為期兩天 內容依舊聚焦經貿、供應鏈等議題 但是晶片四聯盟因為南韓遲遲不表態 依舊無法成行 拜登的晶片法案 參院能否過關成為關鍵 記者蔡新城報導 的確拜登的晶片四方聯盟 台灣跟日本很積極 韓國好像不太想要加入 那說到台灣議題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若曦規劃 八月訪問台灣嗎 不只大陸強烈的反對 像是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正告台灣當局 走台獨的路是死路一條 妄想在軍事上對抗中國大陸 就是螳臂黨軍最後會失敗的 美國國內也不支持 所謂的裴若曦訪問台灣嗎 譬如說紐約時報就說 拜登政府擔心中國大陸 對裴若曦訪台的反應 美國官員就說了 這種內部擔憂最近幾天加劇了 拜登政府超超努力要勸說 裴若曦下個月不要訪問台灣 金融時報則說 白宮高層擔心會加劇 台海緊張局勢 反對裴若曦訪台 而美國的前國防部長潘內達 對CNN說 白宮還有裴若曦口徑不一致 顯得看起來美國好軟弱 說到台灣來看到好尷尬 就是國軍漢光三十八號演習 二十六號的時候 進行近年來最大規模的 海空結局作戰的操演 蔡英文其實來看到 他作為台灣的三軍統帥身份 登上了基隆級的艦艇 全程的釋導喔 但是換上戰機來看到 他發射的魔法短程空對空飛彈 卻意外拖把了 讓現場真的好尷尬 換上兩千的戰機 發射的魔法空對空飛彈拖把 沒有擊中照明彈 讓蔡英文親自釋導的漢光演習 真的面子掛不住了 還有來看到台灣其實也跟著怎麼樣 跟著美國來圍堵俄國 以為自己底氣很大 現在歐洲提到鐵板了 而且很大鐵板 來看到是俄羅斯總統普丁 上週不是才警告 有可能會進一步減少 輸往德國的天然氣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二十五號就宣布 停止使用北溪一號的另外一臺的渦輪機 要進行維修 而且從二十七號開始 透過北溪一號輸往德國的天然氣的總量 還要再砍半只有百分之二十 本來就四十了 又砍半剩百分之二十 聲稱其中一座的渦輪機出現了問題 德國經濟部隨即反擊 說沒有看到任何需要檢工的技術原因 專家表示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舉動 跟普丁打算將俄羅斯能源出口作為懲罰 分裂歐洲國家的手段不謀而合 北溪一號的管道從二零一一年建成 東起俄羅斯經由波羅的海的海底 通往德國 向歐洲多國輸送了俄羅斯的天然氣 就是俄羅斯對歐洲的重要輸氣的管道 所以普丁對於歐洲來說 可以說怎麼樣 有非常非常多的牌可以出 所以你覺得美國拉著歐洲 或者是很多的國家來圍堵俄羅斯 是不是反而踢到鐵板的呢 來聊天室一起來互動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